欢迎收听东张西望 继同乐居之后又有儿童住宿服务 怀疑发生若疑事件 有员工涉嫌将六个一至三岁的幼儿 推跌到远战 而该名员工已经即时被停职 事件交由警方跟进 连特首都说一定要追究责任 其实不单是小朋友 任何人都不应该刻意推撞 更不应该使用暴力 你说的当然是以下这宗大部MMA事件 昨天东章plus也有报道过 今天又有新进展 埋伸肉搏 夺命割剪脚 无敌风火轮 最后再使出超级飞无腿 昨晚网上风传一条片 一对男女在街头拉扯冲突 期间还有很多街坊停下观战 个个都看得嘩嘩的声音 这就是昨天发生街头雷台的位置 看到人来人往 但为什么要在闹市中 还想与这场夺命割剪脚MMA呢 这场大乱斗引来很多大部的街坊围观 还有些人想报警帮助他们 但今天事件竟然峰回路转 这家米线店下午就在网上出了个帖子 原来这场闹剧 只不过是他们的宣传伎俩 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找这些东西来玩 真的很影响街坊的嘛 刚才也有看片段 都是不像是真的打架 相似什么呢 像大家在那位引人注意 玩玩 很无聊 绝对会影响到大家 走街 阻塞交通 左17交通 打架是不好的 打…不如回家再打 之前给大家投м舌 心目中的声梦全席二 全席新星 暫時截至今日中午十二點鐘 結果出現了 頭三甲最高票數的學員 包括Sabrina、Janice和Jasmine 比賽已經到最後五強 相信大家都很緊張 你們要繼續為各位學員打氣 一天未到決賽之前 一天還可以為你的全期新星投票 說到新星 我們要恭喜剛剛新星任人妻的韋哥 昨晚是韋哥和醫生男友 拉近天窗的大喜日子 傍晚大約六點 一對新人就現身半島酒店 兩夫妻大分界, 很恩愛 其實下午的時間 我們已經過了對面輪化中心 那裡已經處了冊結一分 我們正式… 怎麼這麼神秘?不告訴我們嗎? 三個月前的時候, 登記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沒想過擺酒這件事 所以想簡單單單, 注冊就算了 結果多了一個晚宴 所以也沒辦法, 不改了 不改那些簽紙的地方、儀式等 照片, 很近而已, 就可以了 很多人都很認識韋哥 你會不會對於我們一起承諾 很愛韋哥嗎? 一定… 我會照顧他一生一世 很愛你嗎? 韋哥 愛你嗎? 韋哥 好像是我照顧你 不少圈中好友都陸續到場 為他們送上最大祝福 很開心, 昨晚…昨晚都睡不著 因為正在開工 不是, 但真的替他開心 娶到韋哥這個女人 真的嗎? 身為男人有甚麼感受 真的嗎? 他真是三生有幸 有見過他們的時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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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經常都是這樣 經常都看見, 輕輕一點… 對 陳太有配送給陳先生 對… 對… 不知道他說甚麼 很開心 陳醫生 娶到陳偉, 真是無法撐 陳偉選了陳醫生 亦是… 很幸福 沒有其他要求 絕配… 好,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感謝你… 有甚麼感想, 林玉慧小姐 我現在很想吃完這個蛋糕 開心點, 送人 對… 恭喜… 港姐冠軍林玉慧Denise 昨天回到家, 由中學Best Friend 還有, 有兒小姐 迎慧敏Sheron跟她慶祝 大家還一起在東張西望 看回比賽當晚的花水 很漂亮… 很漂亮 真的不相信我, 我可以進入10強 5強或13強 我好像在做夢 我們遲到在哪裡 是養肌… 我的高度在千人家裡 在西望看回比賽中 覺得怎樣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很奇怪 看自己的問答 為何你的反應這麼奇怪 你覺得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應該開心點、漂亮點 笑得差冷點 為何要好到迷惘 Sharon這個老友真是不得了 自己的家都還沒回來跟你慶祝 很開心、很感毒 你又說說你的看法 因為我知道店裡是一個人住 我覺得他得到冠軍 其實真的要好戲和他慶祝 接下來一年 是否要準備一齊並肩作戰 對 我打算去到哪裡都會黏著Sharon 是我黏著她 她是冠軍 我去到哪裡都要跟著 你剛才說你是她的甚麼 流露 痴經善 為甚麼? 為何你覺得你是她的流露 因為她是冠軍 但我三甲不陰 那你就要服侍她 沒錯 不過我們的關係是這樣 我們是互相相害的朋友 我覺得在比賽中 可以認識一個跟自己很相似的朋友 很難得 最開心是能贏還是能認識她 當然能認識她 很開心幾天 對, 應該是你冠軍 你是不是覺得很窩心 你的朋友特地來跟你慶祝 對, 真的很窩心 因為她已經煮了三菜一湯給我 所以超級窩心 她很少煮東西… 很少煮東西 這麼厲害?她先生還沒吃到 你就吃到了? 是的… 真的嗎? 真的嗎? 那你有甚麼回饋給別人 我不用… 哪邊也要? 哪邊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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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用了 她不用了 那我們現在不如一起開吧 好 那真的嗎? 我拿一個來吃 我拍戲了 很滿足 從今個星期五開始 疫苗通行症的適用年齡 會降低至五歲 我知道有很多家長都有疑問 說小朋友沒有手機的話 還要天天帶著針紙出街嗎 不用擔心 因為安心出行 今天更新了 一個APP可以加入八個 合資格同行人士的疫苗通行症 包括六十五歲或以上 以及十五歲或以下的人士 即使一家八口出街也沒問題 以後逛街、看電影、吃飯 確實方便了很多 但如果大家想保持身體健康 原來也一樣可以很方便 歡迎收看東章西幕 又有連鎖 吳校美的爸爸早前重病離世 他成為家裡經濟之處 一面要照顧媽媽低落的情緒 同時又擔心工作表現 令自己精神緊張 情緒起伏很大 那我不上班了 又被你家裡有人被包養 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樣 都很疼愛家人 大家可能也有試過 有時候工作很大壓力 或者是很緊張的時候 都不敢告訴自己家人 因為擔心影響到他們 而我這樣久而久之 其實都令到情緒方面 和精神方面有一點壓力 我自己也很注意健康 因為我爸爸之前患重病離開了 我也很擔心會有他重病的遺傳基因 我做了M3飛入侵性檢測 幸好是低風險 他們還給了我飲食建議 但萬一不幸患上重症 有什麼可以幫助身體提升免疫力呢 其實無論是重症 或者很多慢性病本身 又或者是醫治這些病症的時候 用的治療 都會明顯地影響到 我們腸道的微生態 舉個例子 例如食抗生素 就會將我們腸道大部分的益生菌 殺手 從而引致我們所謂的 腸道微生態失衡 就會引致我們的身體免疫力減退 簡單的 就會引致我們有可能從事感染 會長時間去 甚至會增加我們患癌的風險 那吃益生菌補充劑有用嗎 吃益生菌是其中一個方法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 當大家選擇益生菌的時候 其實坊間很多不同的益生菌 成分都很不同 醫學界很多研究發現 這個雙其肝菌 是可以明顯增加身體的免疫能力的 選擇的時候 如果那些生菌有這個成分 就更加理想 為了增強免疫力 預防重症埋身 恆美養成食益生菌配方的習慣 我吃的青春雙其幹菌配方 覺得免疫力是好了 而且去廁所也改善了 我叫媽媽吃這個護腸配方 吃完之後 我覺得她精神了 開心了, 吃也多了 有僱主要求愛用 會說中文煮中餐 誰知道來到只會說一句 和不懂 待會東張西望 愛用不對版 僱主最悲慘 回到東張西望 我們五月份曾經報道過 有一間診所的醫生涉嫌不診證 開了免針紙 還一張索價成七千八百元 最近都有不同的醫生 懷疑是濫發免針紙而被捕 今天又多一位 據初步調查了解 這位醫生在四個月內 簽發了超過三千張免針紙 每張要三千元至五千元不等 這樣算法, 虧款高達一千五百萬 所以做醫生不應該這樣 現在就貪截了一個貧 應該要負責任 做外用中介也是 對 早前我們報道過 有僱主找中介請外用 等了足足兩年都等不到姐姐來 但中介又不退錢 不夠一個月 又有觀眾投訴 同一間外用中介公司 這次是找到姐姐, 還上班 但竟然貨不對版 經朋友介紹 認識到中介女小姐 我的朋友和女小姐 都是元朗區的一間公司 我自己住在元朗 很順其事然就找了這位女小姐 一開始她說 說到天花龍鳳 又懂得做什麼 又懂得說什麼 有什麼能力 又說不用教, 這樣很好 當你給了保證費 請下來的時候 發現也不是完全那一回事的時候 她將自己的責任推得一綱二綱 就說她不能代表女容 也不能代表印尼學校 沒錯, 又是女小姐 事主葉小姐的家 有兩個正在讀幼稚園的小朋友 一直都有請外傭幫忙 打理家頭世務 但在疫情期間外傭跳功 她唯有找中介重新請過 很簡單, 我最主要有兩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就是 要懂得說中文 用到中文溝通 因為家裡有很小孩 廣東話、普通話 沒所謂 廣東話、普通話都可以 總之可以用到中文溝通 第二個要求就是 可以煮到一天三餐給小朋友吃 即是熄著中菜 她聽到我這兩個要求之後 她就介紹了一個工人 她說是做過台灣 她就叫我請這個 不過這個比較貴 她有工作經驗 又熄著中菜 那就要多加三千元 現在剛剛傳給你這個 也挺好的 這個阿里巴這個 她在台灣做過 這些不用教 這些就 呂小姐隨即給了 那位外傭的自我介紹片 給葉小姐看 在台灣做過三年 在台灣我最不是朋友 三歲 洗衣、浪衫、煮熟、米熟 就結束了 你吃不吃豬肉 我吃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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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去香港吃豬肉 我吃豬肉 我吃豬肉 雖然這位姐姐說廣東話 說得好像唱歌 但也算是會說中文 葉小姐覺得也符合她的要求 就馬上在中介公司 跟這位外傭進行視像面試 做電話號碼的時候 對, 面對她的時候 她也說自己會煮中菜 煮湯 因為她也用到中文溝通 也聲稱自己可以煮中菜、煮湯 也喜歡小朋友 我也滿意她的表現 所以隨即給了公司費 大概約萬六元 就聘請了這個廣東話 以為找到合適的姐姐 簽了約, 付錢 就可以安心等她來香港 誰知道等了超過半年 總計公司說要加錢 外用才來到香港 但是她說八月的時候 她說也沒辦法 機票也是太貴 我們那個公司費都包不了那麼多 要不想她快下來 你就多付1500元 我看到1500元 又不是很大的數目 也想快點有工人用 所以就付了 之後就說有房間 夾到那個機票的日期 就叫我快點付錢 那時候報給我聽 就是要751元一萬 直到工人來到香港那天 8月5日那天 酒店那邊出了一張 訂房確認書 就看到原來這個房價 只是580元一萬 我們已經求僱主同意 僱主認為給多一點 其實她說沒有責利差價 我們就告訴你 價錢你覺得合不合 剛才預約, 我們一毛錢也沒賺 我們完全照顧給她 當時呂小姐的回應 就是現在這些時勢 預約也很難 她說吃一點炒價其實很正常 但問題是她當時也沒有跟我說 我正在吃炒價 中介費、機票、隔離酒店、檢測 和保險費等各項加起來 葉小姐付了近兩萬七千元 但是當姐姐隔離遠 去到她家的時候 法國工人完全不能用中文溝通 聽不明白也不能說廣東話 或者普通話 其實當時你跟她 電視訊號的時候 她溝通到過 是, 她當時是用普通話 可以應對到的 所以我也在這裡很質疑 看是否電視訊號的時候 會有些翻譯在她身邊做動作 還是怎樣 煮飯那些呢? 煮飯那些 她是一樣中菜都煮不到 除了印尼撈麵之外的東西 她也煮不到 見過警察說她做過台灣 於是有一天有朋友要來 叫她幫我準備過火鍋 其實也是把配料放回蠔 然後放湯底 然後她說她沒見過什麼是火鍋 她用普通話說過火鍋 所以她說得很不同 就是每天都說這句 但是其他東西完全聽不懂 明明面試的時候, 什麼都會懂 又懂廣東話, 又懂普通話 來到, 只會說Wobudum 於是, 我們去到中介公司 找女小姐問一下 為什麼會差這麼遠 外傭的語言不是廣東話 本來是印尼人, 是不是 或者福律賓人 她在外傭的語言程度高低 學習法文是一人二義的 學得好不好? 我們就覺得學得不錯 好啊, 你聽這段影片 也說得不錯, 是不是? 我今年三十五歲 我結了份 我學院學校 我學院學院 我讀書到中學畢業 我也覺得聽這段影片 覺得挺好的 她以為因為這段影片 就覺得她懂得基本 但其實發覺去到她真的不懂 但我們這裡請 我們做了十多年的工人 我們全都是這樣請的 你們不要跟她說 那些工人姐都會煮中菜 她會煮飯 台灣也是中國式的 要訓練的 他們那六百小時 考考的事 就是要合格這些事 才可以出境 全香港人都是這樣做的 無論任何一個基準 不只是我們的 是… 第一天來到的時候 她已經… 有些… 我們的感覺 她已經覺得工人是仇人的感覺 我們也知道 這件事 覺得工人好像什麼都不順眼 但我說要給她時間 於是她不停地投訴 好… 我們也去信負責監管 本港職業介紹所的勞工處 回覆指 職業介紹所有責任查核求職者 和僱主提供的資料 並協助雙方作出有根據的決定 一般而言 僱主期望職業介紹所推薦的外傭 能夠符合她的要求 才會給中介費聘用那位外傭 也就是說 呂小姐有責任了解清楚外傭的能力 才介紹給葉小姐 不是外傭造成怎樣也不關她的事 你來請工人 我現在交了一個工人給你 我不是交了一個男人給你 我是不是交了一個工人給你 做得不好不關我的事 就算是我的兒子 我也不知道他做成怎樣的 但你們有責任去… 我們有什麼責任? 你們的責任就是要知道 交給他的人是一個可以做到的事 是可以做到的事 在學校印尼出境的時候 人家有證明文件 是因為達成兩要求 你剛才指定要這個工人 其實這樣說 可能他認識 但不適合你 其實每個人 用人 都有一個準則在請 問題是 可能她的準則比較高 姐姐的質素比較低 你說如果我們公司請請 那時候你再請一個保管擔保 僱主 你知道嗎? 對我們來說 我們也有很大影響 不只是你僱主也是很可憐 我們也會給那邊學校… 學校那邊… 那就變成港採數了 那就變成港採數了 那我們十幾年都是這樣採數 外傭最後做了十三天 就自己辭職 葉小姐經勞工處 拿回一個月代通資金 但是他覺得 中介公司的手法有問題 所以向勞工處和海關投訴 當局稍後會找他落口供 並作出調查 給了一大塊錢出來 外傭一句不做 中介一句不關他事 僱主付的錢就沒有了 要請過個又要重新付錢 又要再等過 這樣對僱主似乎完全沒有保障 你們的態度是 第一天開始已經對工人 好像仇人一樣 那他絕對是不可能 我怎會給三萬多元 請一個工人回來 就當他仇人 那大家做得不開心 絕對是不可能 他這個字號 對 那你覺得自己是否丟臉 絕對不是他所說的 其實他由第一天到他辭職 那天中間 其實我們是故意請假在家裡 去幫他適應 以及去教他做家裡的事 就想著可以儘快 他上手後 把家裡交給他 對 給了三萬元, 弄成這樣 對, 弄成這樣 然後還要反彈我們 你最生氣是怎樣 最生氣就是不明白 為何一個女小姐 可以不負責不止於 還要這樣說謊 來冤枉我們僱主 掃掃手指 我們的全新平台 MyTVSuper東章Plus 已經推出了十天 Patrick Sir, 你下載了沒有? 掃掃手指 MyTVSuper 我已經下載了很多年 除了看劇 現在我每天都會按進去東章Plus 因為東章Plus內容 包羅萬有 更新更快 還有直播看 果然很支持 大家都要跟Patrick Sir一樣 支持我們 MyTVSuper東章Plus 當然, 不要忘記我們東章西網 你真是沉氣 觀眾已經天天看, 現在都在看 不用多說, 明天見 再見 再見 再見